外卖点了一份大份牛肉拉面 送来只有大份的一半 牛肉就只有两片 我发消息质问商家 老板声音不耐烦 女的大份就是这么多 爱吃不吃 只不定让哪个男的给你点的 恨不得多捞点 我淡淡一笑挂了电话 直接下单了半斤牛肉夹进去 好评 大家都点这家哈 牛肉多得很 我经常吃 一直这个量 一个差评算什么 我让你多一堆差评 惹到我 你算是惹到马蜂窝了 饿了大半天 我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点了一份牛肉拉面 选择离我最近的一家 面馆下完单之后 我就去洗澡了 等我洗澡出来 拿到面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怎么那么少 这家店 虽然我没有点过外卖 但是因为就在 我们小区楼下的原因 我也去店里吃过几次 中份都没有那么少 何况大份 我有些生气 以为是外卖小哥打翻了 不敢和我说实话 我连忙检查了一下包装 包装完好 也没有汤汁露出来 包装袋干干净净 我打开拍了一张照片 点开外卖平台 发给了商家 你好 为什么我这份这么少 我点的是大份 是不是弄错了 我等了两分钟 都没有人回话 而平台信息显示已毒 我直接找到商家电话 打了过去 电话很久才接通 喂 你好 我是刚刚在你们店里 点了一份大份牛肉面的人 为什么送过 没等我把话说完 老板就有些不耐烦地打断我 大份一直都是这个量 你不要想着白嫖 我见多你们这种人了 看到老板的语气不好 我极力压下的脾气也上来了 我又不是没有去你们店里吃过 大份哪里是这个量 中份都不止这么多 三十多块钱一份的面 你就给我两块牛肉 薄得像生怕牛受伤一样 你什么态度啊 我说了 大份就是这个量 女的本来就吃得少 你一个女的 计较那么多干什么 吃不完不是浪费吗 指不定让哪个男的给你点的你 恨不得多捞点 后面一句话他声音很小 但还是被我听到了 我顿时就火了 我在你们家点一份牛肉面 还要被你造谣 张嘴就来是吧 没等我回话 老板语气恶劣的声音再次响起 女的大份就是这么多 爱吃不吃 你信不信我给你差评 听到我要给差评 老板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态度更加嚣张 你是住某某小区 三栋701是吧 一个人住的吧 不怕死 你就给我差评试试看 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我算是被气笑了 顿时也不饿了 就在这时 微信提示有消息 我点开一看 是我隔壁的领居 一个小姐姐叫陈颖 姐妹 别吃那个外卖 我一愣 陈颖怎么知道 我点了外卖 怎么了 你那顿外卖 是人家吃剩的 我顿时整个人 都黑人问号了 什么意思 刚刚我去他们店里 借充电宝 看到老板的儿子 在外面刚跑进来 张嘴就说要吃东西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 有个外卖做好了 老板他妈 直接把那个外面打开 给他孙子先吃了 我以为他们要重做一份 结果老板他妈说 小孩子吃的不多 而且看到你外卖单上面 写的是女士 直接就把小孩子 吃剩的给你了 我原本还在为 那个倒霉的人默哀 后面却还充电宝 结果就听到了 那个老板给你打电话 我一听701 就知道是你了 千万别吃啊 那小孩他奶奶 生怕孙子饿着 还使劲 把你的牛肉捡出来 给他孙子吃 恶心死我 我在店门口 借充电宝看到的时候 都惊呆了 我看着那一盒外卖 感觉无比庆幸 幸好 我刚刚顾着生气没吃 我知道 继续跟这种人掰扯 也没用 顿时 我突然想到了 之前看过的一个段子 我再次打开外卖平台 去生鲜超市 下单了半斤的牛肉 等牛肉到的时候 我把牛肉稍微烫熟 直接加了进去 直到快要满了我才停手 我对着外卖 就是一顿拍拍拍 顺便花了五块钱 在某宝找人 帮我摆这几张图屁一下 然后果断好评 大家都点这家哈 牛肉多得很 我经常吃 一直这个量 除此之外 我还在社交媒体 平台安利这家店 见我拍的照片好看 量又多 看起来很有食欲 顿时帖子发出去半小时 就收获了十几个点赞和评论 有些吃过的网友质疑 我直接删屏 我换了套衣服 到楼下另外一家店吃饭 果然 现在正是饭点 加上附近的店确实有点少 不知道是不是我好评 真的很吸引人 一时间那家牛肉面馆 还真就就小小的爆单了 老板一家乐得何不拢嘴 我在门口看到那老太太 使劲抱着他孙子 一个近的亲 哎哟 我乖孙就是个福星 一回来 我们家就那么多人点单 老板他媳妇一看 这么多单子 有些愁眉苦脸 这么多单子 我们家准备的食材也不够啊 特别是牛肉 没等他说话 老太太狠狠地弯了他一眼 店面不大 我在门口也能听清老太太的话 你真是个败家的娘们 你牛肉少个点咋了 你看刚刚那一份 不也没有事情吗 你这猪脑子 真是败家 大份做成中份的量不就好了 反正汤还是给那么多 也看不出来 有钱都不知道赚 老板一脸认同 看向媳妇的眼神 有些责备 快点过来干活 不要在那里偷懒 见此情景 店里面的几个外卖员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大家眼里都有些鄙夷 却也不好说什么 原本我还担心 报复不成功 见他们自己做死 我心情顿时就好了 也不由地期待了起来 这家人还在喜滋滋地 为自己的小聪明高兴 特别是老太婆 抱着他孙子 亲得一脸的口水 小孩有些嫌弃地擦擦脸 一脸不耐烦地 看着他奶奶 就在这时 一个顾客上门要吃面 小孩看到人家手里 拎着的榴莲 顿时眼睛都亮了 奶 我要吃榴莲 文言 老太婆乐呵呵地笑着 呵呵 我乖孙就是聪明 还知道榴莲最贵 要吃榴莲呢 你过去跟那个姐姐说 你要吃榴莲 听到祖孙俩的话 刚点儿单的小姐姐 有些不悦地皱了皱眉头 也没有说啥 只是下意识地 把放在桌子上的 一盒榴莲拿下来 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小孩也不管 直接上去 围着小姐姐转 一边转孩 一边想要伸出手 从盒子的缝隙 去戳榴莲肉 小姐姐有些尴尬 小弟弟 这是姐姐自己买的 如果你要吃的话 就让你爸爸妈妈 带你去买哦 说完 她看向了老太婆 希望她把小孩带走 没成想 见她看过来 老太婆却是 转头看向了别处 一副我不管的样子 见此 小姐姐也有些生气 但钱都付了 也不好直接走 老板 我加一块钱 你帮我打包吧 听见她要打包 老太婆总算是 有些反应了 现在打包费要两块 小姐姐一听 脸气得胀红 指着收音台上面贴的纸 这上面不是 写着打包费一块吗 文言 老板也伸出头 语气很不好的回 打包费就是两块 要打包 你就快点扫码给钱 看着这一家 无赖的样子 小姐姐气了眼睛都红了 但是自己一个人 也不敢闹出什么 只好憋屈地扫钱 见到她付钱了 老太婆一副得意的表情 对着自己的乖乖孙子喊道 乖孙啊 快回来奶奶这里哦 人家小气着呢 你一个小孩 都舍不得分给你吃一点 乖 等会奶奶带你去买 听到自家奶奶的声音 小孩这才不情不愿地走开 然而 就当女孩去拿打包的面时 小孩突然冲过去 打开榴莲的盒子 就是吐了一口口水 呸 我让你吃 我奶说了 你长得丑还小气 说完 直接就跑了 而那边的老太婆一家 却像是没看到一样 我看着生气的小姐姐 顿时就乐了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个小姐姐家里 可是有两个哥哥的 我经常看到他们一家人一起 小姐姐明显是家里最小的 出去玩的时候 一家人都爱护得要命 小姐姐低着头 把榴莲横横地丢进垃圾桶 面也不拿了 直接走了出去 眼见小姐姐转身走了 那一盒榴莲 完整地丢进 刚套袋子的垃圾桶 老太婆眼睛一亮 见此 我走进了店里 老板啊 有什么吃的 随即 朝着垃圾桶 吐了好几口口水 老板伸出头 指着菜单 自己看 态度不是很好 我也无所谓 瞄了两眼 哦 也没我喜欢吃的 算了 说完我转身就走了 老太婆气得一直瞪我 我走出店门 看到迎面走来了 一个熟悉的人影 陈颖 听到我的声音 对面的人也抬起了头 看到是我 她有些开心 周南 像是突然想到什么 她瞄立眼我身后的面馆 把我拉到了一边 周南 你没吃那个外卖吧 我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吃 看到我说没吃 陈颖也放心了下来 你怎么从这里出来啊 难道你上门吵架来了 看到她一脸八卦的表情 我有些无语 我一个人 可吵不过人家那么多人 干嘛上门找不痛快 文言 陈颖赞同地点了点头 对了 下个月我结婚了 你一定要来哦 就在我们小区附近的云豪酒店 听到陈颖准备结婚了 我有点惊讶 不过也忠心替她开心 刚想说写吉利话 就在这时 我感到大腿一凉 低头一看 老板的儿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过来 此刻在一脸坏笑地看着我们 我顿时感觉不妙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她举起了手腕上的电话手表 大家快看啊 她里面穿的是黑色的 好土啊 哈哈哈哈 我脸色一黑 看向她手上的电话手表 里面依然是她 刚刚偷拍我们群底的照片 没等我反应过来 她又指着一旁的陈颖 她穿的是粉红色的 哈哈哈哈 顿时 我们两个感觉又羞又怒 知道这个小孩皮 但我没想到 她居然小小年纪那么坏重 我眼疾手快地抓住那小孩 给我们道歉 还有把照片赶紧删掉 原本还一脸挑衅 看着我们的小孩 见被我抓住 脸上出现了些害怕 滚开滚开 别碰我 老女人 奶奶 奶奶 一边咆哮着 一边还使劲地想踢我腿 老太婆听见孙子的声音 一阵风似地冲出来 在她没跑到这边的时候 我再次眼疾手快地 狠狠凝了那小孩一把 隔着衣服凝 即使很痛 一时间也不会青红 小孩哭的声音更大了 你干什么 放开我孙子 见他出来 我也放开了那小孩 老太婆连忙把小孩护在身后 像是保护厨机的老母鸡一样 哪里来的剪皮子 敢打我宝贝孙 你孙子刚刚偷拍了我们的裙底 让他马上删掉 听到陈颖的话 老太婆开骂到一半的嘴被堵了回去 原来因为气氛涨红的脸 一时间憋得有些清黑 一脸憋屈的样子 那 那又怎么样 再怎么样 也不是你打我孙子的理由 看到孙子的眼泪 他心疼得滴血 一时间又硬气了起来 两个老大不小的 跟一个孩子计较那么多干什么 我没打他 而且我不是跟你商量 赶紧删掉 不然我报警了 因为刚刚熊孩子动静闹得有点大 所以也有几个下来散步的小区居民 围过来看热闹 见此 大家都纷纷指指点点了起来 一些带着小孩的家长 见到这个场景 也悄悄地和自家小孩说 不要跟这个熊孩子玩 大庭广众之下 老太婆想耍赖也不占领 老太婆只能憋屈地哄着孙子 让孙子删掉照片 不然以后 他孙子在这块都没小伙伴了 我不删我不删 老女人 老女人 因为刚刚被我拧了一把 小孩明显是讨厌死我了 一脸仇恨地瞪着我 老太婆哄了一分钟 孙子就是不肯删 她一时间也急了 乖孙 听奶奶话 咋不稀罕看这些长真眼的破烂玩意 最后承诺给她买雪糕 小孩才不情不愿地删掉 再三确定删完了 我们才放下来心 刚刚用了巧劲 狠狠地凝乱的小孩一下 我也不那么生气了 老太婆心疼地给孙子抹眼泪 有些恨恨地瞪了我们一眼 带着孙子买雪糕去了 什么人啊 做错事没有道歉就算了 居然还瞪我们 陈颖气的肺都要炸了 过了好几天 就连我都快忘记这家极品的时候 他们又出来蹦倒了 周四早上 我因为昨晚熬夜 导致早上起床的有些晚 看到还有五十分钟就要打卡了 我连忙跑出家门 结果人越急 越是不顺 我等了七八分钟 电梯都没有上来 一直显示在三楼 这个小区就三个电梯 另外两个电梯 因为最近下大雨的原因 出现故障了 到现在也还没有修好 我看到时间越来越近 心里急得不行 打开楼梯门就冲了下去 等到三楼的时候 我听到了熊孩子奶奶的声音 听话呀 乖宝 你快点喝了这瓶牛奶 我瞥了一眼 差也没有给我气冒火 只见那老太婆和他老伴 赖在电梯口 一个站在电梯门口挡着电梯 一个使劲哄孙子喝牛奶 而那小孩此刻正在闹脾气 不想上学也不想喝牛奶 一直闹着要回家睡觉 你们不坐能不能先让开呀 旁边也有跟我一样 着急上班的上班族 听到那个男生的声音 熊孩子的爷爷眼睛一瞪 一脸的胸向 我们怎么不坐了 电梯你们家里呀 我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老太婆听到那个男生的声音 也很不善地看了一眼的男生 这么大的人了 也不懂得尊老爱佑 呸 男生气得脸红脖子粗 你们一家是我见过最奇葩的 提前20分钟就用这个自动按钮键 提前按电梯 提前占用就算了 半天都不过来 电梯刚要关 你们就按 好不容易过来了 又不赶紧下去 我看了一眼 果然 电梯的按钮旁边 装了一个自动按电梯键 以前我只在网上 看到有人说 小区有人装这个恶心人 没有想到 我今天也看到这种人了 我原本还想继续看下去 但是时间确实很赶了 我去公司 还需要20分钟的路程 所以只好转身 继续跑楼梯去了 我晚上回家的时候 那个按钮被人家 丢进垃圾桶了 那一家都不是吃亏的主 自己装来恶心人的按钮 被拆掉了 老太太两口子火气大得很 在三楼扯着嗓子骂人 要是他们只是骂人 大家不理会也就算了 毕竟也没有指明 道姓骂谁 偏偏 那一家子 觉得这样不解气 让熊孩子 一直跑去电梯那里玩 门一关就让熊孩子打开 一栋楼的人 现在都在使用这个电梯 本来就资源紧缺 加上有这种极品 矛盾自然就产生了 有个业主 似乎是忍不下去了 拍了那个熊孩子 一直乱按楼层的视频 发到群里 视频拍摄的主人 一直在好好劝那小孩 不要乱按 熊孩子 听到有人叽叽歪歪 直接上手 要抢手机 实在抢不到 他直接对着屏幕 就是一个中指 废物 需要你管吗 说完 他还冲着镜头的主人 跳着鬼畜的舞蹈 大香蕉 一条大香蕉 你的感觉真的很奇妙 简兮兮的表情 加上挑衅的动作 谁看谁手痒 拍视频的业主是个女生 看到这种挑衅的舞蹈 气得拿手机的手都在抖 屏幕一直换个不停 这小孩 还有没有父母管 有没有点安全意识 到时候出事了 是不是又要怪别人 谁的孩子 能不能管了 消息发出去 顿时像是点燃了什么火线一样 群里一下子就炸了 大家纷纷声讨 都在指责这个孩子 很多人还爱偷物业的管理员 让他们别光拿工资不干活 这孩子确实过于调皮了 先不说大家赶不赶时间 就这种操作 也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啊 底下有很多业主附和 很快 熊孩子的家长就跳出来了 我们是这个小区的业主 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租户哈 租户就不要在这里发表意见了 另外 504 你赶紧把视频给我删掉 你侵犯我儿子的隐私权了 谁让你拍我儿子的 我们是业主 凭什么不能用电梯 这次是面馆的老板出来回应了 还是一如既往的目中无人 同时还是拉踩一下楼里的租户 这回应要多恶心人有多恶心人 赶紧删掉 我儿子就是正常使用电梯 如果你不删掉的话 可别怪我告你 小孩子性格活泼一点而已 对你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了吗 被艾特的504也是气乐了 所以 你儿子一直乱按电梯 一直占用公共资源 没有对我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吗 不是所有人都不赶时间的好吗 有你这种家长 这孩子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有种你再说一遍 你这种连小孩子都要诅咒的人 这辈子都不会有小孩 最后还是物业出来调解 才平息大家的怒火 第二天 我提前出门了半个小时 特地和那家人错开时间 等我晚上下班回来 却看到那家极品的面馆没开门 陈颖 这家店今天居然没开门 我拍了一张那家店关门的照片 发过去给陈颖 对面立马秒回 你还不知道吗 哈哈哈哈 那小孩昨天自己坐电梯的时候 对着电梯上门的按钮撒尿 一肚子的坏水 结果电梯短路了 他困在电梯里面一个多小时 吓得哇大叫 那一家子 今天哪里还有精力开门做生意呀 我一听 也乐了 活该 自从小孩被困电梯之后 那家人消停了好久 看到他们消停了 我还真怕他们挺过这个难关了 特地跑去外卖平台 看了一下那家店的评分 果然 在我的骚操作影响下 那家店评分低到了2.8 有说分量少的 也有差评说服务态度不好的 要不是我特地搜的面馆名字 都不一定能刷到这个点 很快 陈颖的婚期也到了 婚礼那天 刚好是星期天 我也不用特地请假 一大早 我就去了酒店 陪着陈颖一起化妆 忙活了一天 总算来到了酒店 准备到即时开始仪式的时候 我才有空找地方坐下去 我和陈颖认识了也有两三年了 是有一次拿错外卖 才加上好友 认识到现在 关系也比较好 想到身边的朋友 也都慢慢成家了 顿时有些感慨 就在这时 我看到了眼熟的 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我眯着眼睛看过去 居然是那对祖孙良 只见老太婆抱着孙子 在门口旁边晃来晃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婚礼好像没有 请到这祖孙良吧 随着婚礼主持人的倒数 新娘即将登场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 急忙起身跑过去 但是还是慢了一步 随着主持人的倒数结束 大门缓缓打开 陈颖的父亲牵着女儿 出现在了大门口 就在他们要走进大门时 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出现在了新娘的前面 老太婆一脸的自豪 带着孙子走在前面 聚光灯打过去 照得全是老太婆那张老脸 祝我乖孙以后身体健康 聪明伶俐哦 祝我们全家平安 事业兴旺哦 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全然不顾周围的人 都变了脸色 在人家的婚礼上 说这种抢新人喜气的话 这谁家的亲戚那么缺德 人家大喜的日子 就在这里抢风头 借运 真是唯老不尊的东西 赶紧走开吧 说着 众人纷纷想上前 拉开这两人 我看到陈颖脸色都白了 我一个肩步上去 拉开祖孙两 挡没运咯 门口过 挡没运 没运挡完 新人一生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 这种人就是唇坏 我不敢想 要是刚刚我不喊出这一句 是不是这死老太婆 还真就得逞了 这里这么大 侧门也有两个 为什么非得 追回过这个主大门 忍下想打人的冲动 我拿过一旁的礼花筒 和大家一起 祝福这新人 看到陈颖父亲和陈颖 走到了舞台中间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对祖孙两不知道 什么时候已经溜走了 我恨得牙痒痒 这件事情过了好几天 陈颖总算是空出时间了 我们正打算 去找那一家子算账 结果 不需要我们出手 那家子就有人出手整治了 我们还没有走到跟前 就看到前面围着一圈人 老太婆坐在地上撒泼 哪个人弄的呀 这是要绝了 我们全家的活路啊 我们家可就指望 饭店的生意了 等老娘找到你们 非要喷死你们不可 缺德玩意 老太婆的老伴 还有儿子儿媳 也一脸怒气地 和一边的警察说话 我们看过去 只见面馆的大门上 不知道被谁涂了很多 石 嗯 还是西的那种 看着店门口和店门的样子 怕是臭不可言 围观群众都躲得远远的 门上还被贴了一张纸条 爱吃食 就多吃点 给你们家的智障孙子 多吃点 我一看 瞬间就想起了 上个月被气哭的女生 当时我还往榴莲上面吐口水了 我和陈颖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幸灾乐祸 没成想 那眼尖的老太婆 却是看到了 在人群中笑出声的我们俩 看到我们 她也不躺了 一咕噜爬了起来 眼睛瞪得通红 是不是你们干的 让老娘挡霉运 指定是你们这两个人干的 说着冲上来 就要抓我们脸 一时间 围观的群众都猛了 另一边正在和那一家子沟通的警察 也被这声音吸引看了过来 那老灯上来就是对我拳打脚踢 我一时不差 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连忙上前拉住老太婆 但是我还是不可避免地 被这老灯踢到了脊脚 一股怒火从我心中生起 趁着众人拉开她的空隙 我和陈寅两人 也暗暗地踹了那老灯几脚 疼得她脸色一白 看到对面那老太婆 破口大骂的嘴脸 我瞄准狠狠地 吐了一口口水进去 我呸 你是把地上的屎 都吃进嘴里了 那么臭 你哪只狗眼看到是我们干的 打我 不赔钱 你等着坐牢吧 老太婆原本还在大喊大叫 被我精准地吐了一口口水 她瞬间就恶心地反胃呕吐 那一家子也反应过来 纷纷跑过来 怒气冲冲 就要上来揍我们 那老板还直接拿起了扫把 一副黑社会的样子 可惜 现场还有警察 警察可不是吃素的 警察一下子就制止住了局面 最后是我们全被带去了派出所 但我坚决要求 不能就这么算了 那一家子 在这里也哼不起来了 最后赔了我七千块 出去惹了一身心 想起那一家子丑恶的嘴脸 我就气得肝疼 陈颖也好不到哪里去 再加上那天的事情 陈颖几乎天天都和她老公 一起骂那一家子 没几天 那家面馆就又再次开门了 这一次 他们的生意更不好了 那老板愁得 天天在店门口抽烟 那老两口的生活 也没那么滋润了 肉眼可见的憔悴了不少 看到这一家子发愁的样子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给陈颖打了一个电话 姐们 想不想彻底地出口恶气 陈颖的声音带着急切 你这不是废话 快说 怎么出 老娘现在看婚礼回放 全身的老太婆那张大脸 气死我了 我看着那一张转让门店的纸 跟她说了一声见面谈 很快 陈颖就到了我家 那一家子 最近上火得很 肯定着急挣钱 那条街有一家轻食店要转让 我去吃过一次 不好吃 而且还贵 开业三个月 就要转让了 要是能忽悠那一家子接手 指定能出口恶气 我们两个商量了半天 最终决定 还是从那两个老灯下手 那两个老家伙 平时很喜欢占便宜 最近天气热 他们经常跑到附近的商场里面 蹭空调 我和陈颖转用了好几圈 果然看到了 在家具区 偷摸着乘凉的两个老灯 还有那个小屁孩 老太婆手里 还拿着一把瓜子再磕 也不知道有没有付钱 吃完的瓜子磕 左右张望之后 还偷偷塞进人家的商品里面 我们两个假装 没看到三人 在他们后面的货架那里 商量着是 我们小区那家轻食店 真能接手吗 我还真不想上班了 还是自己当老板好啊 陈颖一秒入戏 我按搓搓给他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随即声音看似很小的回复 那肯定啊 我跟那个老板关系好 我才知道的 跟你说句实话 那家店真的挺赚钱 要不是老板家里有事 还真不想转让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 都喜欢健身 减肥 很多女孩子都追求瘦 轻食店很符合潮流的好吗 那按你这么说 接手这家店 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但我最近刚结婚 手里头也没有什么钱 有点有心无力啊 那我可没有办法了 你和你老公商量商量吧 如果是我的话 我借钱都会盘下来 这家店回本很快的 装修什么的 也不用自己再次搞 很快就能营业 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我打了自己一巴掌 哎呀 这还是超市呢 我们别在这聊 小道消息 我还真就只告诉你 别被有心人听到了 余光看到 那两个老灯对视了一眼 我们放心地离开了 真能成功吗 那家人也不是傻子 在这里做生意那么久 不至于其他店赚钱 不赚钱都不知道吧 我给了他一个 稍安勿躁的眼神 当天晚上 我就加了那个老板的微信 我跟老板说 我们公司最近很多女生在减肥 我可以推荐她们过来 前提是 老板给我点介绍费 老板欣然同意 其实我哪里有什么同事要减肥 我打算雇人过来吃 那家人肯定会实地考察 是不是生意真的那么好 果不其然 第二天我就看到了那两个老灯 鬼鬼祟祟的身影 眼睛一直往这边瞟 面馆和青石店不在一个方向 属于一个朝东 一个朝西 平时还真没怎么注意 今天两人一看 乖乖 真不得了 还真挺多人 为了保险起见 两人继续蹲点了好多天 而我请人的钱 就从那七千里面拿 有钱的啊 还有东西吃 自然很多人愿意跟我合作 也不会乱透露什么 这个月 那家人的面馆 跟黄了差不多 几天都没有一单外卖 因为前段时间的事情 附近的人也很少上门去吃 听到自己爸妈说 有家旺铺转让 老板先是不信 随即又忍不住多问了几句 看到两人信誓旦旦的模样 他也忍不住心动了起来 最近这个月生意不好 全家人都吃不好 还要还房贷 他心里头也上火 不放心的 自己也跑出来蹲点了几天 见果然和自己爸妈说的一样 他心中也是止不住的高兴 乖乖 果然简陋了 最后 一家人一合计 把面馆转出去 接手青石店 为了更快接手 结伙我们 他们赚面馆的钱 比市场价低了不少 很快就有人上门要接手了 把面馆转让了出去 他们迫不及待地 要接手那家青石店 老板看到有人这么积极 上门要赚了两个月 都没有转出去的店 瞬间就乐开了话 双方交接得很顺利 没几天 那家青石店就换了老板 开业那天 一家人喜气洋洋 买了一把廉价的喜糖分发 宣告自家的新店开业 结果等了一上午 也没有几个顾客上门 仅有的几个顾客 还是因为猎气心理 才上门的 以为新开业 是这家店换了新的厨师 结果还是那个配方 那个味道 一家人的脸 从上午的喜气洋洋 到中午的担忧 到晚上的慌张 就在这时 老太婆看到了一个 这半个月 一直来店里吃的女生路过 她连忙拉住人家 热络地开口道 姑娘 今天不吃减肥餐了吗 女生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抽出手 我又不爱吃这玩意 老太婆一听 眼睛一瞪 不爱吃 你前几天天天来吃 女生被她骂 狠狠地骂了一句神经病 就走了 留下了一家子懵圈中 一家人还不死心 继续等着 以为过两天就恢复了 结果一直等下去 一连好几天 都是寥寥无几 甚至比之前的面馆还不如 顿时就心灰意冷了 老两口气的饭都吃不好了 人也肉眼可见地瘦了一圈 这一番骚操作下来 亏多少钱 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凡他们当时没有想着 要截胡别人赚钱的门路 没有那么心急 也不会那么快接手 为此 一家人三天一小炒 五天一大炒 雪上加霜的是 那老板因为脾气暴 惹到了一位顾客 被人家捅了 那个顾客本身是来吃饭的 结果那老板打包费 从两块临时变挂成三块 瞬间就惹怒了对方 对方是一个刚出来的 也不知道什么是轻食店 看到一家店就随便进了 结果被坑了不说 还被临时加价 本来出来的时候 知道老婆孩子跑了 一肚子怨气 遇上老板这种极品 一时压抑不住脾气 就把人捅了 出事后 老两口看起来像是 老了十几岁一样 那熊孩子也没有 之前过得那么滋润了 后面他们房子卖出去了 搬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 果然 人还是不要那么嚣张的好啊 全文完